理財機器人還有另外一種所謂金融系統性的風險 理財機器人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是同樣的東西給大規模的人使用 同一套程式很多人都下載在使用 那理論上這套程式會用相同的邏輯 處理每一個客戶的資產 那這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是這套程式如果出問題 就會有很多人出問題 那我們要怎麼確保這套程式本身的系統設計有沒有問題呢 你就要去了解這些程式的背後設計邏輯 可是這其實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也是一件很不透明的事情 講白一點就是我設計了一套理財的系統 理論上監管者要知道我這個理財系統 才有辦法確保我這個理財系統有沒有問題 但第一金融監管者不見得有能力知道我的系統在幹什麼 第二這是我營業秘密耶 我這東西可以這樣拿出來公開給大家檢視嗎 那別家的抄我的怎麼辦 所以這種東西在檢驗的時候都會很小心 那這都會影響到一定程度的監管 那就像我說的 如果今天我的程式設計有不當的話 就會有一群人一起出錯 就很像我小時候班上職優生 所有同學的訂證考卷的時候都找我的來抄 我寫錯他們全部錯 理財機器人的系統性風險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當你有錯的話一群投資人都會跟著錯 然後有一個更妙的事情是 他沒有錯的時候也會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他會有一個所謂的同步效應 就算他的程式是設計的很好的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是當整個市場所有的人都跟著你這樣投資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這個在高頻交易的世界裡頭已經發生所謂的閃崩的現象 就是很多的這種交易程式都會設計一個停損點 比如他覺得說今天這家各檔的股票如果跌了超過5% 我就要賣了 因為這太危險了 一天之內跌5%就要賣了 那想想看你們所有的人都下載了這個程式以後 你們所有的人在那個股票跌5%的時候 全部同時賣出 那會怎樣 狂跌 已經在跌5%又被你們狂賣 所以他就會狂跌 然後最妙的是 當他狂跌跌到了一個程度以後 有些程式的設計會說 當有一家股票狂跌了10%的時候可以進場 所以就會突然狂跌到10%的時候 又所有的人大家都進場 美國在2010年的時候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一個事情 在半個小時之內 崩了20%就全部漲回來 那你說那很好啊 之後漲回來了嘛 不就沒事了嗎 那大家我們就繼續相安無事的過日子 可是那20分鐘之內有非常多的人在損失 因為很多人可能在那20分鐘之內看到他狂跌 就趕快賣掉 結果後來一切都沒事 好這會產生一個波動性很強的股票市場 那這個其實是理財機器人會帶來的另外一種不太一樣的風險 比較不是投資人保護的問題 但是對整個金融秩序的影響 就是會加重他的那個波動性 給亂說 給亂說 我們就有報道者 就算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就去做一個好多年了 我們就要去做一個好多年了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好多年了 我們可以去做一個好多年了